好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 据俄罗斯之声网站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周五乡记者说 一名韩国军人因用洗衣机清洗K-2突击步枪 被法院判处六个月的监禁 缓期两年 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称 2013年11月 这名22岁的士兵将枪放入了洗衣机内 清洗了约五分钟